女王當家 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淑文 自從可以脫口罩這件事開始之後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樣 我身邊很多的朋友都出現 一個專有名詞叫做 來看一下 免疫負債 有些人開始脫口罩 他發現什麼痘痘好像狀況變明顯了 或者皮膚甚至有一些過敏的問題 那再加上這一陣子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好像感冒病毒 甚至什麼流感 腹流感 這個名字我都記不起來 好多 這個呼吸道 腸病毒 這些的問題自從脫口罩之後 怎麼覺得來勢洶洶 所以今天我們現場也要教大家 我們究竟有沒有可以透過好好的吃 可以吃出健康防護力 先要來請教的就是我們的博士 王博士說對於這個 怎麼吃出防護力 今天要特別跟大家分享 沒錯 大家好 我是王博士 其實說實在脫口罩完之後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什麼 就是我們皮膚的問題 所以就像我們之前 腸道如果功能不好 就會長痘痘 冒痘痘 然後就會造成很多的痘疤有沒有 對啊 那其實還不打緊 痘疤之外是說現在很多小朋友 尤其是剛剛講的免疫負債的問題 就會造成現在目前這些 呼吸融合病毒 或是我們講的這個兼職肺炎病毒 開始就一直爆發了 所以小朋友就可能有腸病毒 這些呼吸道感染的問題 造成小孩子免疫能力下降 所以剛剛啊 不要看帥帥的王博士 他剛剛為什麼開頭 他講說腸胃道的健康 一定要好好照顧 可是他很care的 他剛剛講皮膚有沒有 你看他現在這麼遠 其實他曾經臉上留下歲月的印記 對啊 就以前常常 就是我們在讀大學研究所博士的時候 都要做實驗熬夜啊 然後就會發現說怎麼 就是口臭開始出現了 口臭出現的時候 痘痘都開始冒出來了 可是這些跟腸味道健康是有關係 最重要是那時候會有便秘的問題 那就是我們太忙了 沒有注意到飲食的時候 我們常會到功能 沒有去注意的時候 就會衍生出來非常多 包含皮膚的暗沉的問題 包含我們的排便的問題 包含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免疫能力失調的問題 都會陸續出現 吳老師 你農業達人 所以如果透過我們吃一些農產品 飲食上的調整 你有什麼建議 對 尤其像這種 像我年過五十的大叔 特別有感覺 因為早期以前都會吃什麼 新鮮水果補充酵素 然後會吃一些優格 又補充什麼益生菌 因為益生菌可以讓我們好心腸 對不對 然後酵素可以增加我們抵抗力跟活力 後來我認識王博士 開始 王博士之前跟我分享這個配方 就是他有加益生菌 有加酵素的這個配方 我覺得很方便 所以不用出門要準備什麼 這些蔬菜水果還有優格 直接一包就取代這些 繁瑣的一些所謂農產品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對 吳老師說得很好 像我自己有兩個孩子的媽媽 對 那我很注重小朋友的健康 因為小朋友想去上課時常常感冒 破壞是很麻煩的 學生很不甘 那一直反復生病 其實是很麻煩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有這個很方便配方之後 直接打開是不是非常好 而且適量的補充益生菌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等一下 等一下 那為什麼這個益生菌跟小朋友 這一陣子大家很容易感冒 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因為其實益生菌在我們小時候 其實Baby的時候 他的菌數是最高的 那菌數最高 其實因為小孩子剛出生 都只有喝奶奶 喝母奶 其他的飲食是非常簡單的 而且很安全的食物來源 所以他的菌蟲 當然是好菌是越多的 可是到我們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會吃很多其他的食材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好菌 其實菌數會下降 不然嬰兒的時候 他好菌是可以到99% 可是到青少年的時候剩下40% 等到中年的時候 像吳老師這個時候 這只剩下10%了 他才10%喔 對 好菌只剩下10% 然後等到60歲的時候 就只剩下1到5%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們人體裡面有好菌 也有壞菌 還有一大群的叫做中性菌 中性菌的話 大概在我們人體裡面 有60%左右 其他的都是好菌20 然後壞菌20 但是如果我們好菌 越來越多 吃補充 多補充益生 就要讓我們好菌 在體內 注下來 打下來 越生越多的時候 這些中性菌 就會挖過來好菌 這筆 叫做食材挖到 挖過來 挖過來的時候好菌 如果越多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這些 期待問題了 那這樣當然 我也要讓我自己身體裡面的 你的意思說 每個人身體都有好的跟壞的 有一些是叫站在中間的 對 如果好菌多一點 他就會自己跑到好菌去 沒錯 天天補好菌 讓我們從內到外的自信 美麗 健康力都會提升 那我們也請博士給大家看 我們倒出來給大家看好了 這樣會比較清楚 我們這種農民配方 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去使用它 好像小小的顆粒狀對不對 非常好溶解 這面 加密的症是不是 富含多種的益生菌 加密的症 那有三百億的益生菌 有五種的菌種 再加上我們有木瓜酵素 鳳梨酵素 還有檸檬酵素 這種消化酵素跟代秀 非常的多都在這裡面 所以你只要吃一包 一天一包 然後你看溶解度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我們等於是說 如果今天只是含在嘴巴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化解 溶解有沒有 像我自己小朋友在吃 他都直接打開 就倒進去了 完全都不會說怕嗆到問題 那我自己小朋友的話 其實我很少給他喝手搖飲 對 因為外面手搖飲 含糖量都很高 我怕他會太興奮過動這樣 所以我都會自己 對 自己兄弟兄弟 其實這個是簡單的 無糖的紅茶 那也可以直接搭 搭我們的益生菌 這個是 加進來 對 幼童博士 也是幼童媽媽的 這個叫做什麼 特調的 特調的 益生菌檸檬紅茶 沒錯 沒錯 對 而且很健康 又不會擔心說 小朋友會吃太多糖的問題 有鳳梨的香味耶 酸酸甜甜的 這個小朋友會喜歡喔 對 而且含下去就化了耶 是 不過我有的問題就是說 既然剛剛說 裡面有多少多少 三百億 三百億是什麼數字 那跟一般 我們常常 像我一般早上 可能會喝個優酪乳 是 比起來有差嗎 這個有差嗎 我們也給 請博士 王博士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酵素益生菌 總共有包含了五種菌 這五種菌包含有植物乳感菌 A菌 B菌 四五酸感菌 跟蘇里糖感菌 而且菌數達到了三百億以上 那我們一般的 市售的優酪乳 跟市售的多多來講的話 你看優酪乳 它只有包含A菌 B菌 跟市熱鏈球菌 那它的菌數呢 僅有 只有在一億以下而已 那市售多多 更只有一種菌 就是植物乳感菌 那它是沒有菌數的標示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 要吃了多少的菌在裡面 那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是在哪裡 是你的益生菌 我們市售的優酪乳跟市售多多 如果退冰之後 它菌數就死了一半 你吃到我們腸道裡面 因為它沒有包埋技術 它更是會造成說 我們吃到腸道裡面 經過胃酸跟膽鹼的破壞 又死掉一半 所以你根本吃下去的 就不是在吃益生菌 而是吃多餘的這些糖分 脂肪跟熱量而已 最重要就是說 現在市售的益生菌 其實現在很流行 白白種 你也簡單請博士 跟大家來分析一下 就是說有加酵素的這種 五種益生菌 跟一般的是差在哪裡 這個農民配方的酵素益生菌 跟一般益生菌的差別 在於第一個菌種比較來講 就是我們有四種優勢的菌株 然後跟一株的寶菌的一個菌 球菌 這五種菌 都是從天然的食材來的 包含就是三種 三種是從高加索山長壽村的傳統的飲料 就是麻索尼去 滷蒜飲料去分離出來的 另外一隻是從豆腐乳 另外一隻從泡菜分離出來的 可是市售上的一般的益生菌 他們所用的可能就是單一的長球菌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的來源可能是在於 不管是從糞便 有可能從糞便 或者是從水溝 甚至從土壤裡面分離出來的 雖然說現在吃苗玉可能長期來講的話 可能是造成一些疑慮 我們怕死 所以我們希望說東西都是很安全的 一個食材裡面的來源 那第二個就是菌树的比較來講 我們總共這個酵素益生菌 有三百億的益生菌 那一般的益生菌的話 都是一千到五千支 這個是我們有去經過這個檢測報告 去得到的數據 那另外這個酵素比較 我們總共有三支酵素 我們有檸檬酵素 木瓜酵素跟鳳梨酵素 那四瘦的益生菌 可能就沒有包含這個酵素了 那我們還有包含礦物質跟維生素 還有三茶萃取物 滿滿的一個完整的比例跟營養成分 都在這個農民配方裡面 好 所以這個五種益生菌 我們給它補好補滿 身體養樂好菌健康一起來 女王小教室知識報理哉 六尾滿苗約一公克 相當於一公克黃金的價格 所以鰻魚它也有海中軟黃金之稱 優質的蛋白有智能基酸 甘酸還有禮胺酸 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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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鋅 這些都有抗老元素維生素E 還有B群身體的發電機 最主要維生素A 給你顧眼鏡 還有小朋友在追求 Omega3還有EPA、DHA 鰻魚都有 所以你知道嗎 日本人 尤其在土用醜日 在季節交換的時候 一定要吃鰻魚 所以台灣其實也有鰻魚王國之稱 今天也特別帶大家到產地去看一下 這我們現在來到雲林口湖 這個是鰻魚養殖池 所有的鵝料都是我們天然的營養成分 每一尾鰻魚都是活跳掉的 這個鰻魚從捕撈到上岸到交融場 已經在兩小時才處理完畢 這我們你看先把它二清 把一些內臟去掉之後 我們進什麼烤箱再烤了 每一根刺都是人工去挑起來的 尾巴翹起來代表是什麼 新鮮 它總共需要三刺上將 刺刺蒸烤 你看重點就是我們是用日本醬油 然後在經過急速冷凍之後 才能夠包裝出口到日本 就是你看所有的過程 都是非常非常認真的 從工廠拿到手上就是有這一片 一公斤大概四到五尾 這是黃金等級的一個規格 直接泡熱開水 大概泡一分鐘兩分鐘 只要拆開來 就可以馬上使用了 很簡單 哇 也太輕鬆了吧 這樣子拿出來就可以了 你看完全的醬汁 它都含在我們的鰻魚裡面 來 讓你看一下 它這個Q軟的鰻魚 太厚實了吧 好的鰻魚就是要 Q軟 之多味美 大口吃也太滿足了吧 但是吳老師 除了這樣還可以做什麼料理啊 很簡單 你看也可以直接上烤盤去烤一下 如果說你喜歡爽口的話 可以加一個海苔 泡菜 幸福天天來 那就是很貴的鰻魚便當 沒錯 醋溜蒲燒滿 對 鰻魚蛋捲 哇 這樣輕鬆鋪好方便喔 也可以直接炒飯 好誘人喔 你看再加個美乃滋或沙拉 其實味道都不一樣 乳酪三藥真蒲燒滿 哇 對 滿嘴幸福的料理 鰻魚烘蛋 所以只要有鰻魚這個食材呢 你在家裡面都可以變大廚 家裡任何料理都適用 加鰻魚添加大小都很適合吃 當然像毒素的孩子 剛剛我們講鰻魚什麼EPA DQA這些營養成分 工作勞累的 英文鰻魚有什麼B群 可以強壯體力 最主要是成長的兒童 可是它有鈣質 還有一些營養成分 可以幫助我們骨骼成長 還有一人吃兩人不孕婦 不孕婦的什麼做月子媽媽 也需要 所以在日本養顏美容 媽媽很喜歡吃鰻魚 爸爸媽媽媽 阿公阿嬤 一定要吃鰻 因為鰻魚它軟軟的 非常好入口 所以鰻魚非常適合 全家老少一起來食用 國產鰻魚最浪漫的美味 大家一起試試看 這個酸酸甜甜的口感 竟然是這個專業團隊 從研究世界上最常受的民族 高加索人 去發現的 好特別 王博士 是啊 所以我們就是在高加索 我們去看很多文獻 發現說他們的人的平均壽命 都是九十五歲以上 那你要台灣人多少 只有八十歲 所以就差了十五歲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他們一定有什麼 腸道有非常多的好菌 是我們可以去開發 我們去研究的 好 所以究竟高加索人 人是吃什麼 怎麼會吃出長壽呢 跟這個防護力 好 這五隻好菌呢 其實最重要的媽媽最關心 那就是一定要安全 這五隻菌呢 其實都是從食物來的 像是鼠里糖菌 它這個就是從豆腐乳來的 然後另外三個呢 就剛剛講長壽春 高加索人 他們吃什麼 他們就吃這個麻索人 麻索人就是像幽露乳 一種酸奶 裡面就有A菌 B菌 跟私熱鏈球菌 那另外一隻呢 植物乳感菌 它是從泡菜來的 那這五隻菌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呢 像A菌的話 它是四酸乳感菌 其實它是對男人最好的 因為我們私密處 常常有一些 有的沒有的 就是可以用這個四酸乳感菌 來做補充 那另外一隻B菌是 比菲德氏菌 比菲德氏菌的話 它其實就是很容易耐酸 耐減 就是可以讓我們的腸道呢 通過之後呢 住在裡面的 讓我們的好菌越來越多 就是比菲德氏菌 另外一隻鼠里糖感菌呢 它呢 就是呢 跟比菲德氏菌 它是好朋友 麻糬的 它們兩個可以 1加1大於2 就是共生 可以越生越多 另外一隻叫 四熱鏈球菌 四熱鏈菌呢 它就是可以分解乳糖 像有些涼乳涼的 會去糟糕的 就很適合補充這一隻菌 另外一隻叫植物乳感菌 植物乳感菌就是植物來源 它就是呢 可以讓我們這些呢 發酵的越來越好 然後定質率 可以提高的一個好菌 喔 那所以這樣聽起來呢 不是我們是在家裡 我就平常泡菜吃比較多 如果乳喝比較多 這樣子就可以補充到 你剛剛講這五隻 專利共生的這種好菌嗎 沒有沒有 沒有喔 這個一定要在非常科學 而且是非常專業的這個工廠 這個生產 這種專業的發酵設備 生產工廠才能夠去做得到的 所以不是簡單 我們家人自己用的 而且你家人要吃一大拌 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媽媽自己會養那個菌 做優酪乳 所以這樣子不一樣 對對對 因為我們跟大家講 就算你可以去做發酵的這個優酪乳 他的菌種在只有市場上 就是我們在做工業化生產裡面的菌種 大概只有兩隻 這兩隻對我們腸道的功效 其實是沒什麼好的 所以這不一樣 好 來來來 我們直接帶大家去看工廠 媽媽就知道說 工廠跟家裡環境 真的差很多 也請博士來說明一下 是 現在非常專業的發酵設備 像這個你看 這個專業發酵設備 去做的 經過菌種的分離 存化培養 在五菌共生 然後再做一個耐受性的測試 然後再保存 再穩定性的實驗 功效性的實驗 才能夠確保這個菌是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是我們要的 那再經過這個混合 再經過沖田 才能夠在非常好的 HACCP跟ISO的工廠裡面去生產出來 在食安的問題 完全沒有方 沒有問題 然後讓我們的保障消費者 食安的一個安全 那再經由這個後段的這個品質管制 跟跟品質的檢驗 確保這五支菌 就是我們要的 確保裡面有多種的礦物質維生素 滿滿的營養成分 都在這個農民配方裡面 哇 所以果然是 有些東西在家裡 我們做不出來 吳老師 所以一定也是要相信專業 所以我常在節目分享一句話 就是說酵素決定生命 健康生命的寬度 然後抑生菌決定健康活力的長度 所以現在我都是把這一包帶著走 因為你知道我已經五十歲了 十趴就是我 生殺十趴 可是這個年紀壓力很大 上有老 下有小 我們只有十趴的酵素抑生菌 可是需要承擔家裡 百分之兩百責任 所以我的方式就是 平常補充這一包 講得很好 所以酵素是變成我們要天天補充 沒有 其實上廁所會排掉 對不對 對 好 那剛剛也看到這個工廠畫面 也讓我們明白說 原來這種專業的環境 我們才可以怎麼樣 五菌一支都不能少 而且有共生的效果 在我們的一個腸道裡面 可以發揮最大的效果出來 那再來我們就是撲完酵素 我們可以有檸檬 木瓜 鳳梨酵素 確定這些消化酵素 幫助我們消化代謝酵素 讓我們真的代謝可以變得更好 現實代謝可以變得更好 再來就是我們先進的照例技術 你看這個可以讓它的整個顆粒 非常的容易去分解 溶解 入口即化 那再來我剛剛提到 最重要就是我們有三百億的益生菌 這三百億的益生菌 可以讓我們這些60%中性菌 轉變為這個好菌 所以就是可以腸道裡面 滿滿的好菌 80%的好菌都在我們腸道裡面 再來就是我們專業的包埋技術 不怕酸 不怕鹼 而且可以調整其他穩定率達到最高 剛剛講到說這個好菌多 壞菌少 馬上呢 實驗給大家看 對 實驗給大家看 對 就像我們每天因為生活壓力 飲食習慣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真的會有非常多的毒素 那這個毒素就像我們這裡面 是看到的這個點酒一樣 像我們人體70%的水分 就跟這杯水一樣 那每天都會吃一些垃圾食物 精緻食品 那個防腐劑 就像點酒一樣 慢慢讓我們身體變O 變LASA 那怎麼排出去 我覺得很重要啊 我們每天不能不吃這些東西啊 對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農民配方 你看 滿滿的益生菌 跟酵素 三百億的益生菌 還有多種的酵素 就可以輕鬆把這些PIMEA 帶出我們的體外 不會再存體在我們身體裡面 讓我們身體可以得到最好的健康 就是把一些那種沉積在身體的垃圾食品 帶一些東西 排出很重要 因為你排出去 壞的排出去 好的才能繼續進來 身體才會健康 所以這個好菌多 壞菌就會少 博士非常有感覺 是的 所以你看今年我們在四月份 全家去沖繩玩 那去沖繩之前 全家都得到諾羅病毒 怎麼可能 都得到諾羅病毒 真是不誇張 我看你們都笑得很開心 對 所以我們全家去的時候 你看一下都 小朋友甚至還上吐下泄 然後你看他們還是玩得這麼高興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有平常有保養 我們的腸味道的時候 其實就算我們的真的是 有這種病痛的時候 就諾羅病毒 或是我們剛剛講的這種一些腸病毒的時候 其實都會讓我們的症狀 比較沒那麼明顯 所以我們不可能說不會生病 沒有人不會生病的 但是生病的時候 你的症狀的輕跟重 其實就是考慮到你的免疫能力 好不好 所以就是說難免中了 可是我們好後比人快 對 這樣就贏了很多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這個來我們看一下這一對 其實叫做金童玉女 這雙博士 他們其實是夫妻 所以究竟博士們是怎麼來寶貝 家裡的這個小朋友 所以林博士也是幼童媽媽 你說小朋友這個從小 腸胃到後這件事 你就很注重 小朋友其實從小就開始吃 其實這個配方其實六歲 不是六歲 六個月以上 就可以開始吃 到兩歲這個之間的話 可以一天半包 然後兩歲以上 到我們成年人老人 一天一包就夠了 那因為我們小時候 給他們兩個 因為我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兩個 小時候有你吃的時候 但是如果去學校 你上幼幼班開始 大蘭崗 學校一個大蘭崗 會胃來胃去啦 病毒會胃來胃去 結果不小心種了什麼 腸病毒 三年前 對 腸病毒 自己也吃一包 好 所以這個真的是有 過到沒過 這個從小到大 這樣累積下來 會差很多 對嗎 尤其呢 只有一支菌幫你 跟五支菌幫你 也會差很多 這個是直接做一個腸道的 那個我們的一個腸鏡的胃鏡的檢查 那你會發現說真的五支菌的時候 就會整個照顧的時候 你只要五支菌固定吃 大概三個月 不管其下 就會變得是非常正常 非常健康 非常漂亮的腸道 就在這裡 但是如果是今天只有一支 一支不夠力 或是說真的 沒有 平常沒有在照顧 打擊壞人 對啊 一支跟壞菌 很恐怖 一定打輸的 所以腸道的好菌跟壞菌 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要去照顧到它 好 那所以除了這樣直接吃 我覺得這個酸酸甜甜的口感 直接吃或加飲料都很好吃 吳老師說還要再教大家什麼 沒錯 因為那我們原本酯 酵素質跟醫生 就是十趴的中年大酥 來跟大家講 怎麼從中年大酥成為 小鮮肉的活力跟體力 像平常我喜歡做吃美食 那喜歡吃沙拉 喜歡吃一些比較多層次的食物口感 所以我就會拿優格 那現在我們是拿草莓口味 你拿 原味就可以 然後加上這個 我們這個益生菌 跟酵素 雙酵合一的 這一個配方 然後把它倒進來 這樣子你看 我們這樣就可以補足一次三百億的益生菌 那這樣吃 攪拌三百億 就給他下去了 那這樣攪拌之後 沙拉也好 或是摩吐司也好 這樣子我就補充滿滿的益生菌跟酵素 那當然中年到處比較貪心 為什麼 因為原本剩十趴的酵素 跟益生菌變兩百趴 就是要加什麼 多吃益生菌 像平常我吃一些傳統美食的話 像醬油對不對 我還會加一些這種 原本要加檸檬汁的 可以加在豆腐喔 對 原本要加檸檬汁的 因為本身這個 它有加那個檸檬酵素對不對 所以只要打開之後 這樣子灑上去 就是滿滿的什麼知道嗎 益生菌跟酵素 然後在吃這個美食同時 同時讓我身體的益生菌 達到我要的理想狀態 你看尤其每次他同學會說 特別有感 很多人認為說 吳老師怎麼越來越年輕 這是事實 真的 因為保養很重要 沒錯 然後養生要及時 這個很重要 養生要及時 而且我就覺得說 透過讓我們的這個好菌 體內好菌增加 變健康以外也變漂亮 所以這邊這一位是誰啊 不是 這是我們公司的營養師 你看他在還沒有吃益生菌之前 你看皮膚是非常的糟的 就在還沒進我們公司 那自從進了我們公司 每天一包的這個農民配方 你看就是非常非常 水嫩水嫩的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男女老少 這個幼童是不是大家都是 在吃的透過飲食的攝取 都很重要 對 很重要 我覺得補充醫生菌 是每天一定要做事情 像我的朋友他的狗狗 狗狗 狗狗 他就看小孩你吃有沒有 他也想要吃 因為狗狗你時剛才 你拉死了 拉死了 對 小孩吃一包的時候 狗狗也給他吃了 結果狗狗很愛吃 他整包吃光光 結果隔天就好了 蛤 哇 真的很厲害 所以是動物跟小朋友跟老人都可以吃 好 這故事告訴我們 體內的豪菌多了 自然壞菌就少了 壞菌少了 我們人就會健康不會老了 我們今天謝謝來賓的分享 謝謝 也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 趕快上我們的女王當家 94GOOS的FB粉絲團 或者趕快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還有好多好多精采的好康 要來分享給大家唷